弟弟们不准帮忙了 让两个哥哥一决高下 难道你们不想知道 你们的学霸大哥会不会赢吗 三叔这祸 有时候还真是和小孩子一样 三个弟弟冲着无良老三就是一句 兽星最大 今天得听大哥的 卧槽 大意了 没有闪 兽星最大 果然 就连沈丰都在让着兽星 不攻击 被兽星扶了几把蛋糕 还只往后躲 沈志伟十分肉疼十万块了 丰儿 过了这村 就没这点了 啥兽星最大 丰儿是你哥 平时也比你大 收拾他的机会可不好找 三叔 你少站着说话不腰疼 有种你趁着这机会 跟兽星霸一决高下试试 沈玉和沈浩一口同声地对亲老子 爸爸 就你最损 对三叔无语 沈丰被哥哥和几个弟弟逼得连连闪躲 躲着躲着他就躲到了沙发这边来 沈亦 沈灵 沈玉 沈浩 立即成包围的形式堵了过来 等三个无良老男人感觉情况 有点不对的时候 还来得及躲 五个臭小子突然扑了上去 狠狠地给他们撒弄了一头一脸 简直措手不及 大伯 这局你们输 我们庄家赢 沈丰胆子大 直接对亲老子下了手 嚣张地笑道 老爸 你胆子不小 竟敢背着老妈葬私房钱 沈亦毫不客气地往俩叔叔面前一摊手 二叔 三叔 庄家赢 你俩个十万 靠 无良沈大 你坑沈老三就行了 沈老二你也不放过 那小二爷我就不客气了 于是他一把抢了茶几上的名表 抢到就戴在了自己的手腕上 谢了大伯 三个弟弟出了力 立马开始分赃 哥 大伯的手表归你了 占这么大便宜 二十万就没你的份了 大伯这块表可值好几百万呢 对 二十万 我们三个跟大哥分 没二哥的份了 沈小五考试不行 分钱倒是算得快 四个人 二十万 一人五万 沈风弹了弹手腕上的表 完全没意见 四个分钱的臭小子 同时朝着沈老二和沈老三伸出手 愿赌服输 掏钱掏钱 被呼的鼻子眼睛分不清的三个老男人 大张着嘴 好半伤缓不过来 这什么情况 五个臭小子是什么时候达成这么记得 这是打一顿呢 还是掏钱鼓励一顿呢 还是不掏钱鼓励一顿呢 这是沈一第一次跟几个弟弟如此淘气的玩 老兄弟三个被整个够呛 还被小兔崽子们敲诈了一笔钱 但没舍得收拾 好不容易释放一次孩子的天气 气炸了肺 咬碎了牙 也得鼓励啊 沈一洗了个澡出来 拿着那张五万的支票 去了小棉包的卧室 卧室门虚掩着 站在门外她就听见了里面的对话 老妈柔声细语的教导 所以情书这种东西 是情语之间用来表达感情的 妈妈和爸爸之间表达感情 也可以写情书 妈妈 写情书是大人们做的事 小孩不能做对不对 对 可以这样理解 宝贝真聪明 老妈刚夸完 小棉包接着就是一句 那我长大了再给哥哥写情书 沈一正准备敲门进去 抬起来的手将在了半空 被小棉包这话弄得有点哭笑不得 就听老妈忍不住笑起来 你个小臭仔仔 等你再大一点了 妈妈再跟你解释情书这件事好不好 好的 那妈妈 为什么电视里的叔叔阿姨说 他是他的另一半呢 嗯 这就好比是你的双手和双脚 是不是一个离不开一个 做什么都要相互配合 这就是另一半的意思 所以爸爸也是妈妈的另一半 同样的道理 妈妈也是爸爸的另一半哦 妈妈 我知道了 宝贝真聪明 一点就通 可刚夸完 小棉包又飙憨化了 哥哥也是我的另一半 我也离不开哥哥 要一直一直跟哥哥在一起 沈亿再次准备敲门进去 再次将住了手 有那么一丝丝小尴尬 但又忍不住勾起了唇角 笑意明显 哥哥也会一直一直跟你在一起 哈哈哈哈 小臭仔仔 另一半的意思 跟你的手心手背肉不一样哦 这是夫妻之间 小棉包没听老妈说完 立马纠正道 妈妈 这次我没说手心手背肉 哥哥是心头肉 好好好 哥哥今天是寿星 寿星最大 宝贝说哥哥是什么就是什么 妈妈败给你了 哈哈哈哈 卧室门外 沈亿嘴角都掩盖不住笑了 一不留神就升级了 从手背肉升级到心头肉了 这跨越太大了啊 他一时不敢进卧室了 不知道小棉包还会标出什么话来 返回自己卧室 他把支票随意丢在了床头柜上 然后拿了小棉包送他的那幅画 这画给他的感觉实在太莫名其妙了 想再仔细看看 他深吸一口气 展开了画卷 同样的视觉效果 一眼就能认出 这个身穿铠甲的古装男人是他 这几乎是一种来自潜意识的肯定 一眼就能压抑到窒息 盯着画越久 他就越无法控制地产生出强烈的混 他似乎能看见 画中的人手起刀落 杀人如麻 银色抬甲被染成了血红 他微风凛凛的踩在万千尸骨之巅 平均莫画风猴士 一将攻城万古枯 传闻一战百神朝 两岸强兵过未休 谁到苍江总武士 近来长共血争 他猛然从画中抽离出来 闭双眼 大口的喘息 抬手一摸额头 又是一层虚汗 浑身好像被血浆包裹住了 好难受 洁癖的情况好像加重了 流点汗的感觉都跟一般人不一样 就像浑身被粘稠的血浆包裹住了